是的直升机的旋翼在转起来之后 并不是规规矩矩的稳在一个平面上 而是群魔乱无私的摆来摆去的 不仅上下摆甚至还要前后摆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 足蜻蜓我想大部分人都玩过 当我们把这种左右跃片角度相反的 讲页旋转起来之后 它就能够垂直飞起来了 是不是像极了直升飞机的原理 但问题是 你看足蜻蜓讲页跟旋转轴之间 结构如此简洁 那直升机的讲页跟它的旋转轴之间 怎么就长得那么复杂呢 甚至连个玩具遥控飞机也是这样的 我是百科全树火箭树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可能你会说 因为足蜻蜓只会上下 而直升机除了上下 我们还要让它前进后退 左右移动 不得想点控制它的办法吗 所以这就让连接起旋转轴 和讲页之间的结构复杂了起来 对吗 肯定是对的 但我们假设有这样一种新型的直升机 讲页跟旋转轴就是像竹蜻蜓那样 简单的直接硬连接在一起的 只不过旋转轴的方向是可以改变的 想要往前飞就把旋转轴往前请 想要往后往左往右飞 那就把旋转轴往后往左往右请 不就可以了吗 让我们排除这里面在设计上的所有不合理性 请问 真要有这样的直升机 它能飞得起来吗 随着讲页 我们还是专一点称它为旋翼 加速旋转了起来 这家另类的直升机也开始慢慢的向上升起 简直跟竹蜻蜓一模一样 好 在获得了一定的高度后 我们要让它往前飞了 跟之前说好的一样 我们开始往前倾斜旋转轴 于是直升机也的确开始向前移动了起来 此时我的内心是激动的 一向伟大的发明即将在我的手里面诞生 但是等等 好像有些不太对劲了 它怎么有些不太平衡了呢 哎呀 它怎么就控制不住再往侧翻了呢 怎么会这样呢 这就是旋翼跟旋转轴硬连接的后果了 为了说清楚这一点 我们需要稍微补充一下 直升机是如何获得升力的基本知识的 直升机的旋翼也是一种机翼 只不过跟固定翼飞机的机翼 运作方式不同吧了 但产生升力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机翼的升力主要有两种来源 异形带来的压力差 引脚带来的反作用力 咱们了解到这就可以了 要是再往升力的话 连科学家都还没有真正完全搞懂呢 不相信吗 可以看看我的这一期内容 好了 说回来 第一种 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 由于机翼上下表面的形状不同 所以导致了上下表面空气流速的不同 上表面空气流速更快 而下表面空气流速少满 根据博努力原理 这样的流速差就产生了压力差 下表面压力大 而上表面压力小 两者一减下表面还有余力 于是就能把机翼往上抬起来了 速度越快造成的压力差也就越大 于是升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了 而第二种 引脚带来的反作用力 什么是引脚呢 引脚又叫做公脚 是指机翼的前进方向 同它的弦线之间的夹脚 它和升力之间的关系是 引脚越大升力越大 反之亦然 当然引脚过大的话 也可能会带来失速的 这个咱们在这儿就先不讨论了 带着这两点知识回到直升机上面 我们会发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旋翼在直升机头上旋转起来时 一侧的奖页在往前走 而另一侧的奖页在往后走 它们分别叫做前进叶片和后退叶片 当直升机旋停不动时 这还没什么问题 而当直升机往前移动时 问题就来了 因为此刻在旋翼身上 就要加上一个相对运动了 对前进叶片来说 相对速度相加之后变得更大了 而对后退叶片来说 相对速度相减之后变得更小了 还记得我们刚才说过的机翼产生生力的第一点吗 对于同样的异形而言 速度越快 生力越大 这就意味着前进叶片 比后退叶片产生了更大的生力 从而在这样左右不平衡的生力影响下 直升机开始快乐的做起了反滚运动 直到追击 或者是停止前进 而这两者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那该怎么办 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 让旋翼能够自由的上下挥舞 是的 直升机的旋翼在转起来之后 并不是规规矩矩的稳在一个平面上 而是群魔乱无私的 摆来摆去的 不仅上下摆 甚至还要前后摆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 在蒋叶的翼根部位 会设置一个水平的轴孔 然后通过插销 来将它与旋转轴连接在一起 这个结构叫做挥舞角 也叫做水平角 它可以允许蒋叶在一定幅度范围内 并上下浮动 这样一来蒋叶在前进时 由于升力增加 自然就会向上挥舞 于是其运动的实际方向 不再是水平 而是斜线向上的 蒋叶实际的引脚 也由于这样的运动而减小了 升力降低 蒋叶在后退时 升力不足开始自然的下降 于是实际引脚就增大 升力变增大了 这样一减一增 正好平衡了原先的升力差 使直升机既能平稳的飞行 又能够快速的前进了 不过蒋叶这样上下乱窜 就不会打到机身上吗 不会啊 由于离心力的存在 蒋叶会有自然拉直的趋势 因此不会在升力作用下 无限升高或者降低 也就是说 蒋叶的挥舞幅度不是无限的 再加上工程师在机械构造的设计上 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从而保证了蒋叶的挥舞 不至于和机体发生碰撞 好了 这就完了吗 还没有啊 尽管通过挥舞脚 解决了直升机侧翻的问题 但是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本身也带有问题啊 那就是每当讲页上扬或者下压时 其重心的位置 都会往旋转轴的方向移动 引起颗里奥利效应 产生出颗式力矩 这个真的很难解释清楚 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类似于原地旋转的 花样滑壁运动员收缩双臂 就能够转得更快一样 这里的颗式力矩 也会拉着旋翼转得更快 关键是它还是在不断变化的 如果就这么放任着它 不管的话旋翼转的忽慢忽快的 很容易就造成损伤了 那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 用摆正脚 也叫做垂直脚 就是在讲页的根部 再设置一个垂直的轴孔 通过插销 来与旋转轴的其他结构相连 这种连接方式 允许讲页前后小幅度的摆动 从而解决了我们以上说到的 科式力矩的问题 它是这么干的 当讲页前行时 收到的阻力较大 由于摆正脚允许它在水平方向上前后摆动 所以它就会粘的向后白 变得稍稍带上一点后掠脚 这样就变相增加了 讲页在气流方向上的抛面长度 加强了减小引脚的作用 从而对科式力矩进行了补偿 而当讲页后退时 阻力减小 讲页反而会超前于旋转轴运动 形成一种前掠的样子 这当然增加了讲页在气流方向上的抛面长度 加强了增加引脚的作用 补偿了科式力矩 就这样 有了挥舞脚和摆正脚直升机 才能够在空中淡定的站稳脚了 而它们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 这样连接起讲页和旋转轴的结构 怎么看起来就那么复杂呢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 接下来我还会把一些直升机相关的 有趣知识分享给你的